为啥就舍不得他呀 这对你也不咋好呀 我是个比较重感性的人 比较感性的人 就是高中那几年 从高一开始就跟他认识嘛 我的理科成绩不是一直都是不好 然后他就一直就辅导我三年 然后我们还是 就是同年同学同事生嘛 他对我辅导题的时候特别细心 对然后各方面就是细心上面的 比如说我中午不回家吃饭呢 他回家吃饭的时候 就是回来的时候 可能就跟我买点那个面包啥的 就让我吃啥的 就是他教了你三年 对 他关心了你三年 对 有些师傅这可能也不叫爱情 懵懂嘛 初恋嘛 懵懂嘛 你今天最好 把话跟姑娘说清楚好吗 女生也不要背那么重的包袱啊 但是我也知道 你要是能想得明白 你就不来了 对不对 对 其实事儿道理你都懂 但就是到真做的时候 咱们就说不出分手 就想拽着他 我这三年的青春 谁对我负责 是你想法吧 对 对